吃完饭我们打算尝试一下他的公交系统 坐他的公交车回我们的那个酒店 我们 30吗?150吗? 可以,31个人 我们买了5张票 3,4,5 他也是这样投币的 我们坐哪边呢? 上去问上面的人只有 这儿就不知道了 走吧,上吧 问一下 他们这个地方男的女的是分车厢的 所以女的坐那边 男的是坐这边 我们就等车来吧 你会中文? 哪里学的? 在北京学的 哦,在北京学的? 在北京学了几年? 两年 学了两年啊? 哇,很厉害了 交流已经非常非常OK了 谢谢 你们觉得巴基斯坦怎么样? 我们昨天到,我觉得很友好 真的吗? 友好 对巴基斯坦人对我们很友好 对啊 你觉得北京人呢? 中国人呢? 非常好 非常好 对吧 哈哈哈 啊,我们去那边 我有一个中国女朋友 哇,你有一个中国女朋友? 现在,现在女朋友在哪里? 在贵州 在哪里? 贵州 哦,贵州 贵州 贵州 啊,贵州 因为Covid Covid好了,回去吗? 去吗? 去中国吗? 对 你喜欢中国吗? 很喜欢 很喜欢啊 对 啊,中国人很好 啊,那你 我们就在那里两年 我们看过很多地方 啊,去了很多地方 贵州 啊,上海 已经贵州 啊,我们是杭州 就离上海很近 知道吗? 知道啊,去过吗? 去过 去过杭州啊? 对 漂亮吗?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哈哈哈 哇,他们还给单单他们让座 哈哈哈,都是给单单他们做 都站起来了 因为女人很尊重 在这里女人很尊重 呃,这里 哦,对中国人很尊重是吗? 哦,我以为是地铁 结果呢,它是一个高架上面就是单行的公交 那这个公交车它直接就是在高架上一直开 也不会堵车啊 我刚才算了一下 我们30卢比 相当于才一块钱 对吧 一块钱一个人 这公交系统也真的挺便宜的 这个大巴司机啊 每次开车真的跟像停地铁一样的精准 它就能把这个门正好停在外面那个门的那个位置 特别的厉害 好,你看这头门正好对了 外面这头门 特别厉害 然后我每次车一开我以为就像地铁一样会进风 结果我发现它进的这个风就是这里开了个车 好,精准定位 真的 真的 我们 哈哈哈 good bye good bye 好,我们往那边走 这里 这里进 这里进啊,好 刚刚刚在公交车上碰到的那个八铁小哥啊 我们互相加了一个微信 然后到了酒店以后他就给我发消息来了 你们来了吗 如果你们来了 你们开车 我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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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我学 他觉得我们可能会饿了 饿了的话他就把这些打给我们 然后我给他们其他人去看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跟他约了一下 我说到时候我们回到伊斯兰堡以后 可以和他约一下 他到时候带我们出去玩玩 那明天我们就出发了 大家早上好啊 车子终于来了 是吧 我给你们看看这个 初心的司机 这个就是我们初心的司机啊 是吧 初心的司机 初心的司机 在这儿要找到这样大的一辆车真的很不容易 你们也看到我们打的车啊 都是这么小的 包括医院的救护车啊什么都是很小很小的那种面包车 哎 找到这辆车真的算是真不容易 好 然后我们的这个司机 上来就先加油 上来就先加油 就是 开着车先来加个油 然后我们出发 今天我们要去看一看 呃 唐僧曾经在这里读过大学的地方 啊 我们这一车人是吧 满满当当的 准备出发了 我们加油啊 相当于人民币 5块钱 5块钱一身 那价格还可以啊 我们现在开出了伊斯兰堡啊 边上都是这些花里胡哨的车子了 呃 我们要到的这个第一个地方叫塔克什达 说塔克什达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但是我如果说这个是唐僧 平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前往喜天取经 这个喜天指的就是这里 从呃 伊斯兰堡啊 我们如果到塔克什达的话 开过去的话 大概也就二十分钟 半个小时二十分钟 他在那有个博物馆 然后还有以前唐僧学习的那个 建筑的那个旧址都在那 呃 然后我这件衣服啊 优点就是洗了很快就干 昨天晚上洗了今天早上就干了 它特别薄 然后缺点呢 就是你上厕所真的很麻烦 我在那儿 酒店上厕所 我得把这个袍子脱了 光着膀子上 啊 穿的这个袍子我不会上 这你说提里脱罗的 是吧 多难受 然后上大号的脱罗袍子 上小号的话 你脱袍子也太行事动众了 是吧 所以我每次都在 咬着 咬着这个 咬着这个袍子 然后在那上上完了以后 再把它发起来 哎呦 这最近 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塔克希拉博物馆啊 这边买个门票 门票多少钱 20 啊 20 那就给100 我们先来进这个博物馆看一下啊 哇 这么大个塔 这个塔上面你看这么多的佛像 这个地方就是古塔克希拉的一个原来的一个样子的一个沙盘 有很多当时挖掘出来的这一些东西啊都碎了 但这个一看就是个镯子是吧 啊 啊 you see this this Sijamuni mother mother is sleeping 啊 sleeping 嗯 摩耶 摩耶皇后对吧 啊 Mayas Mayas Maya dream 啊 做梦 对 她就是梦到了嘛 梦到有个六个牙齿的大象进她肚子了嘛 大象 大象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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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这一些Sijamuni的故事啊什么 当时都是刻在他们的这个地方的 对 都是刻在这里的 you see 这个是当时 唐僧来的时候 他看到的Sijamuni像是这样的 长着胡子 对吧 他一看就是一个这边的一个人种啊 印度 算是印度人种吗 Sijamuni的长相是这个样子的 很明显的头发是卷的很卷 呃 卷发 看到了吗 不是像我们现在看上去好像螺头 头上盘着一颗的螺丝啊 这个它就是卷发 那唐僧所看到的Sijamuni像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像 然后你们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菩萨的样子啊 但是旁边很明显有一个希腊人 看到了吗 很神奇啊 那这种肯定都是印度人啊什么的都很正常 但是这个时候旁边是有一个希腊人的 这个是希腊菩萨 这个长的就是完全是一个希腊人的长相对吧 看那时候的菩萨啊 就是欧洲人的长相对吧 但头上它有个发际 看看像菩萨旁边这边又是一个希腊人 对啊所以那时候都是通的啊这些 我头一回知道还有希腊菩萨的 提斯 释迦牟尼提斯 舍利 这个是佛牙舍利 释迦牟尼的舍利居然在 就这么这么斩在那儿啊 它就里面这个容器里面装着它的牙齿的舍利 这个是当时的舞者舞娘 这个就是复原出来当时的样子 给我们解说的这个导游 非常非常的热情啊 听说我们是中国人 然后赶快出来跟我们司机说一下 接下去该怎么走这条路 我们看完了博物馆 因为它有很多东西便于保存的话 它还是都放到博物馆里来了 看完博物馆以后呢 就去看一下唐森那时候 来西天取经的最后一站啊 他一路过来经历了9981难 到达的这一个就是塔克希拉 这个是他的最后一站 也就是到达了他的天竺地区 当年说的天竺 不是单指的印度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人认为 就是西天应该是在印度 对吧 纳烂陀寺是吧 其实他不是 天竺他当时所覆盖的区域啊 就包括了巴基斯坦 包括了尼泊尔 包括了印度 等于包括了很大的一块一片区域 所以唐森的时候 到达的西天最后一站就是这儿 他那时候 不是在那个唐长大 还吹了牛逼了吗 是吧 平生不到天竺 世不回大唐 是吧 然后他就到了 到了以后在这儿待了两年 最后他取得金书是在纳烂陀寺 那我们现在先去看一下 唐森到达的最后一站 到达天竺的这个地方 这个遗址公园还锁着大铁门 然后这个 嗨 就这么一个有代表意义的地方 一个游客都没有 我们真的就是那个大铁门给我们开了以后 帮我们放进来了 放进来以后车停这儿 我们就自己让我们自生自灭自己去逛去 那么猛个太阳 就是不要以为好像就是一个有遗迹或者怎么样 你要想一下这是在穆斯林国家 一个佛教的遗迹 是吧所以没人来看 如果是在印度 那我觉得就肯定很多很多人在里面进行出出了 是吧 一个穆斯林国家 你说 就是说 时代变迁啊 居然能把信仰都完全改变掉 而且那时候还有那么多的这种希腊人待在这个地方 我也真的是想不明白了 这条水泥路这个地方 它为什么要修成这样 还有一个百步石厅是吧 还有苍蝇 这个国家苍蝇太多了 古有唐三藏师徒四人是吧 我们也是 师徒四人 还有一个白龙牛 然后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我们唐僧之前住过的那个旁间 好我们进来了 刚刚这边说 那个塔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释迦牟尼的舍利 就是供奉在这个塔里的 现在他们把舍利刚才放在博物馆里了 我们去看一下当时唐僧所住的那个房间 就说当时有菩萨在里面讲经 然后唐僧就在旁边听嘛 然后他有一个比较大的房 他有很多房这一圈都是房间 然后他那个房间特别大 唐僧那个房间特别大 远来的和尚是吧 唐僧其实到了西天以后 他有一个形容的 他形容塔克希拉这个地方是什么 叫地称沃土 就说明他的这个土地是非常非常肥沃的 肥沃的然后说是肝泉多就泉水很多 然后是果树茂 就果蔬就水果蔬菜都非常的茂盛 所以他这个地方是个热带国家嘛 所以他这一类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唐僧他从西安过来的是吧 没见过什么世面 一看哎呦那个天哪那么多的苹果呀 离呀西瓜呀哎呀吃上可happy了是吧 那就在这待几年吧 所以就在这待了两年吧 这个上面曾经就是菩萨在上面讲经 然后下面做的都是一些弟子在那听 唐僧他不来听经的 唐僧在哪呢 唐僧是在我们接下去要去的那个大学 唐僧是在那个大学里面在那做修行 所以他级别还是要比这一些 在这听听佛法的人啊要高得多了 刚才我们看到了那边的那个舍利嘛 看到了舍利就可能觉得好多人就说 哎呀哪里都有佛祖舍利是吧 是啊我也就觉得很纳闷 哪里都有佛祖舍利 其实舍利它是有级别的 就当时释迦牟尼是化了 就是火化了以后 头骨只有一块 呃然后是牙齿的舍利有四块 然后还有一些中指的 而其他的呢 还有八万四千颗猪状的舍利 所以的话牙舍利是很了不得的一个事情 只不过这个地方他不是一个佛教国家 他如果是个佛教国家就像那个斯里兰卡一样 斯里兰卡那里有一个佛牙寺 佛牙寺就是佛祖的一个牙齿的舍利 他在佛教当中级别是很高很高 因为一共只有四颗 呃所以在那边的话是金碧辉煌的一个大殿啊 像这个地方你看就就随便扔在这一个博物馆 因为他本身就是个穆斯林国家是吧 所以他舍牙福利很了不得的 哇这个西天的菩提叶就这样满地都是 你们知道吗我们去尼泊尔的时候 我们去尼泊尔的时候就那个佛祖诞生地 那个菩提叶你要是从天上飘下来一个 立马有人跳起来就把它捞下来哪捡得到啊 哇西天的菩提叶满地都是啊 我我我剪一片回去 我剪一片回去 我剪一片回去剪一片回去 哇真不错真不错 然后去夹在书里特别好 你看看穆斯林就直接就在上面摘 直接就扯下来啊菩提果 你还带点个菩提果回去好嘞不错 我这再好好的选一选真的 我们在佛祖诞生地蓝屁尼那个地方 这哪有可能被你捡到菩提叶的叶子是吧 我和他那两个人抢了等了真的等了很久很久 上面飘了一个下来我个子高我那打篮球吗 他跳上去就一下子捞一下捞了两片可开心了 哎呦你这他妈还在那随便乱扔 你知道这个如果是信佛的人有多喜欢呀这个东西 说是这一片遗迹才是发掘出来的一点点 后面的那一座山全是他说 那一座山就没有根本没发掘过 发掘下去的话里面全是当时这个地方佛教是非常非常盛行的说明 西天嘛是吧佛教再不盛行来这干嘛呀 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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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给了小费 然后他又从兜里挖出来一个小塑料袋 里面零零散散的装了一些 就刚才在博物馆里看到那些小硬币 然后就说你们要不要是我捡来的 你想不想要 想要的话我可以卖给你 所以这种也不能叫骗局吧 就是他们的一些小伎俩 所以你们如果来了 就这种就没必要去买 因为肯定是假的 100%是假的 不可能是他捡来的 每个人你到这他最后都会拿出来以后 你如果买了他也当然开心了 是吧 他好像要卖150人民币 把它算下来的话 那就一个需要硬币 所以我觉得就是小伎俩 大家稍微小心一点